Hello 大家好 我是范雷 今天來到台南 然後我們來參加這個 福斯商旅所舉辦的 T6.1 Multivan的上市記者會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它這一次改款後 它總共有三個規格 一個是這個 Multivan的 Comfort Line 然後一個是 High Line 以及 Full Motion 總共三個選項 那快速的跟大家講一下 它這一次的改變 除了T6.1它換了這個新的車頭樣貌 然後尾燈的部分有一點點改變之外 最主要就是它加入了MQB的電控系統 所以全部的車款都會有iQ-Drive 然後它的螢幕的部分呢 儀表升級成了4.25吋的全數位儀表 而且是可以做切換的 那另外就是在它的中控台的部分 也升級到了9.2吋的音響主機 那它可以支援Apple CarPlay 跟Android Auto 還有就是它會有中文導航等等的功能 那再來就是在iQ-Drive的部分 它有一點點差異啦 就是在這個 Comfort Line 跟High Line的車型上面呢 它會有幾樣東西會缺少 首先第一個就是少了Lane Assist 車道維持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Light Assist 還有一個就是Park Assist 大概就是少這三樣 但是其他的部分呢 是全車系都標配 也包含了全數位的ACC 這就是包含Stop & Go的功能 所以這次的改變呢 我相信對於商務使用的 或者是說像他們在發表會 其實還特別強調說 因為這個是商務也可以用 家庭也可以使用 那對於這個類型的消費者來說呢 有了價格的調降 然後配備又有升級 所以我相信它是一個 蠻值得大家去關注的 一個新的產品 那這次也很開心 有機會能夠搭這個 星宇航空的飛機來到台南 然後也進行了一次這個 尾出國的這個小旅行 那這個經驗也蠻特別的 所以我其實有另外再拍了一支影片 要來做一個小小的紀錄 過幾天 然後看看我們 我會把這個影片剪出來 給大家分享一下 去體驗這個尾旅行的感覺 好我是胖A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有任何的想法 或是想討論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麼我們也有IG啊 還有一些FB啊等等的這些東西 可以幫我們訂閱起來 那記得影片要開啟訂閱 還有小鈴鐺 好那就先這樣囉 掰掰